所谓失踪的消息,甚至还发起了寻找桂敏海的行动,那么桂敏海究竟是什么人呢?他所谓失踪的真相又是什么呢?这还得从13年前的一起交通肇事案说起。 今年51岁的桂敏海十几年前曾在国内经商,并且拥有瑞典国旗。如果不是因为13年前的那次罪嫁,桂敏海本人和另外一个家庭的命运也不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折。 2003年12月8号晚,桂敏海参加完一个饭局后,开车送朋友回家,但是当车开到一所大学附近时,意外发生了。 就出车祸了,只听着砰的一声,就出了这么一个车祸事故。 此时是晚上的9点17分,警方在接到此起车祸的报案后,立即赶往了现场。 在现场,造势车辆前挡风波里都破碎了,前部也有碰撞的痕迹。我们初步判定是小客车与行人相撞的交通事故。 那么,这起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?据警方调查,被撞者沈某是一名在校的女大学生,她在横过马路时,被桂敏海驾车所撞,不幸身亡。 这次对造势司机桂敏海酒精检测化验报告单,检测结果是每毫升1.14毫克。按照正常的话,0.2是酒后,0.8是醉酒,它已经达到1.14,那肯定已经达到醉酒状态。 交警部门经过调查取证后认定,桂敏海醉酒驾驶致人死亡,负事故全部责任。 2004年8月,桂敏海因交通肇事罪被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,缓刑两年。 桂敏海的一次酒后驾驶行为,不仅让自己触犯了法律,也让另一个家庭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断肠之痛。 受害人沈某被撞身亡时,年仅20出头,他的父亲年过半百才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。 眼前孩子长大成人,期盼着他能成家立业,谁知这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场车祸无情的夺序。 这个家庭完全是崩溃了,完全是倒塌了,他爸爸这样一个人,身体也不好,在遭受这个打击,那时候得到精神病,精神上一定抑郁症了,就是恍惚了,要自杀了,然后我们到湖州去住院的嘛。 因为桂敏海的酒驾,一个幸福的家庭瞬间支离破碎,然而就在法院判决后不久,民事赔偿,还未全部执行完的时候,桂敏海却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至今的错误选择。 那我就开始害怕了,而且呢,我觉得我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以后呢,在国内实在没法再发展下去,所以我就说我走吧。 桂敏海想一走了之,但是此时的他还处于缓刑期间,依法不能出境,桂敏海便借他人的身份证,以出境旅游的名义,开始一步步精心营造,偷越国边境的计划。 2004年11月,在法院刚刚做出判决三个月,桂敏海利用非法手段偷逃到国外。 针对他的这一行为,2006年8月,法院依法裁定撤销对罪犯桂敏海缓刑两年的判决,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两年。 随后,桂敏海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。 但是由于此时的他早已逃到国外,警方一直未能将他抓捕归案,而桂敏海的一逃了之,已让受害者一家再次遭遇沉痛打击,至今无法从痛苦中走出。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,痛失女儿的两位老人,虽然搬了几次家,但是不管搬到哪里,他们都要为女儿单独留出一个房间。 受害人的母亲说,这个小房间平时都是她在打理,虽然简陋,但都是按照女儿的喜好来布置。 每年过年,她还都会给女儿买新的衣服挂到床前。至今,这位母亲的每一个手机屏幕上放的都是女儿的照片。 我的钥匙,我的驾驶,副驾驶,都是她的照片。 所以这个事情,直到我死,闭上双眼,我都不会忘记的。 贵民海一走了之,而留下的却是两位老人十一年来的无尽痛苦。 而这十一年的时间对于一直想逃避责任的贵民海来说,也并不轻松。 这件事情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遗忘,反而成为了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,越来越重。 出国以后,我本来以为我的心理压力能够缓解,但是事实上不仅没有缓解,反而更加加重了。 因为我的这个负罪感和愧疚感呢,是与日俱增。 因为一方面来说,我逃避责任,对于受害者的家属,是进一步的心理上的打击。 另外一方面,我偷渡出境,不仅没有接受原来的处罚, 又进一步触犯了中国的法律,那样是罪上加罪。 那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和愧疚感呢,使我受到了长期的心理的折磨。 提起自己的逃亡生涯,51岁的贵民海用的最多的词就是惶恐和内疚。 这些年来,他因为父案在逃,不敢回到家乡,也无法在父母身边尽孝。 没有国,没有家,没有故乡。 就是说当一个人,他感觉到他生活的地方永远都是别处。 他内心是不可能永远平静。 咱们古人说,我心安处是故乡,但是你心不安,你哪里都不是故乡。 贵民海说,这些年来,自己虽然逃到了国外,但是心里却始终感觉是漂泊无根,没有家的人。 2015年6月,贵民海的父亲病重,身为家中唯一儿子的贵民海却无法在老人身边照料。 那个时候的贵民海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回国自首,却始终无法鼓起勇气走出这一步。 就在贵民海犹豫不决的时候,家中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,贵民海失去了见到父亲的最后一次机会。 当时我是一个逃犯,我不能回国,我不能回去看我的父母,他们已经八十多岁了。 2015年,我爸爸得癌症,去世了。 我也不能回去蹦伤。 世界以后,我妈妈又得重病。 所以,我是日夜思念,我想要在他救生的时候,再能够看到他一面。 所以我要回国自首。 我要承担我自己的责任,我也愿意接受任何处罚。 父亲的去世,让贵民海开始反省自己这十余年来的经历,也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给受害人一家带来的是怎样的一种痛苦。 那一刻,贵民海决定回国自首。 这里我要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我最诚挚的道歉,对不起。 我知道我对他们造成的伤害,那是和痛苦,那是没法弥补的。 但是呢,我会尽我的有生之年来赎罪,哪怕能给他们带来一丝一毫的安慰。 贵民海说,当他下定决心回国自首的那一刻,也准备好了对自己的行为,承担法律责任。 2015年10月,贵民海向内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。 然而,令他没有想到的是,有些别有用心的人,却拿他的这件事情来炒作。 回国自首是我个人自愿的一种选择,和任何人没有关系。 我也不希望任何个人和机构,包括瑞典方面,介入或者干涉我回国的事情。 我虽然有瑞典国籍,但是我真确地感到我还是一个中国人,我的根还是在中国。 所以我希望瑞典方面能够尊重我个人的选择,尊重我个人选择的权利和隐私。 让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。 经侦查,贵民海还涉嫌其他犯罪,相关涉案人员正在配合调查,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